今天牧师讲到的正道的题目是 我们讲到了创世纪 讲了第17讲 讲到了约瑟的第二讲 胜过试探的约瑟 我们选用了创世纪的第39章 我们的创世纪第39章讲到了约瑟被试探 那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 非常的特别 因为我们知道 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都会面对着试探 试探是无时不刻不在你的身边 耶稣基督当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 他也受过魔鬼的试探 受过魔鬼的试探 那么有的人在试探中失败 有的人在试探中得胜了 那失败的多得胜的少 所以约瑟才成为我们的榜样 那我们要效法约瑟他在试探中能够得胜 来我们看这个 我这个没有开始怎么着 来往下走 好 当时代来临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们看到约瑟在他被他的哥哥们卖到了埃及的时候 他是17岁 17岁正是在父母的疼爱下 那个年龄 我们管17岁的男孩子叫什么 现在流行词叫小鲜肉 这个小鲜肉被离开了父亲 被哥哥们卖到了埃及 是通过以施玛利人 把他卖到埃及 做了奴隶 在家里得宠的孩子成为奴隶 这是他人生的第一个嘀咕 第一个打击 第一个挑战 感谢主当他来到埃及的时候 他被卖给了埃及的法老的内臣 护卫长波提法 这个法老的内臣埃及的护卫长 就像现在我们北京军区的魏苏居司令 差不多这个职务吧 对不对 这一说你们就明白了 是个高干 高干 把他买了做家里的奴隶 17岁做奴隶 一直到他离开这个家是多大呀 约瑟是多大做的 弟兄怎么还记得 多大年龄做的宰相 30岁 17岁到30岁总共有13年的时间 这13年的时间 约瑟在波提法的家里边 很特别的啊 在波提法家里很特别 他在这个家里边 从一个低贱的奴隶 变成了这个家里的大管家 除了主人之外 他是最有权力的一个人了 管理家里的一切的事物 所以他的身份发生很大的变化 因为为什么呢 圣经说因为耶华与他同在 你要记住啊 这个当你读到旧约圣经的时候 你发现约瑟 不管一段高山低谷 都有一句话叫耶华与他同在 弟兄姊妹 不管我们人生的道路 你出在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你要记住耶华与你同在 当你记住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 你就不再惧怕 没什么可惧怕的 因为耶华与我们同在 我们就不惧怕 我们就很感谢主 就不惧怕 所以当我们看到说 当约瑟在他生命中 又一个高潮做了管家的时候 他生命遇到了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就是他的女主人 对他试探 对他试探 所以当约瑟遇到试探 我们知道约瑟后来是得胜了 得胜了 当然得胜就坐牢了 你知道吗 得胜就坐牢了 但是他得胜了 那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 我们看到 我们有几点我们需要注意的 这个不好用 你给我往下走 谢谢 没有电池了 试探 可以叫人跌倒 但是也可以熬练出属神的生命 我们在圣经中看到 多少人面对试探跌倒 大卫在试探中跌倒了 亚当夏娃在试探中失败了 对不对 所罗门那么有才华 在试探中也是跌倒 但是没有约瑟得胜 约瑟得胜 跟他的几个哥哥们 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我们上一章讲到了 这个犹大和他嘛 那犹大失败了 流变失败了 几个哥哥在试探面前 没有一个得胜的 反而这个小鲜肉 这个被爸爸疼的这个孩子 他得胜了 所以呢 试探可以叫人跌倒 也可以熬练出属神的生命 我们知道如果没有这场的试探 约瑟不可能做宰相 因为没有这个试探 约瑟就不能坐牢 约瑟不坐牢 就不会接触到侍卫长 那个那个 接触到那个善使掌和久证 接触不到善使掌久证 他就不能够进入到法老的身边 替法老圆梦 如果他没有替法老圆梦 圆得那么好 得法老的欢心 法老看到他 有上帝的智慧在他的身上 所以他就不能够做宰相 所以圣经有句话说 万事互相效力 教爱神的人怎么样 得益处 所以遇到任何事情不要抱怨 遇到任何的事情都有神的美意 但是我们个人也要服个人的责任 我们看到马丁路德 他认为基督徒生命成长有三个要素 他认为第一个 基督徒一定要读经 所以今天我们两位姐妹受洗 一定要读圣经 读神的话 神的话是我们脚切的灯 是我们路上的光 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梁 如果我们遇到任何问题 我们没有上帝的话来带领我们 我们就不知道如何去做 当试探来临的时候 如果你有神的话 你就不怕 对不对 你就听到神说 不从恶人的计谋 所以很多人来 像你这个说一下 你要投资 你要投资 把你的钱都拿 做热大 赚大钱 很多人不都是赔了 都是因为这个想赚大钱赔的吗 对不对 你像不想赚钱的人 他不会赔吗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试探 那你又有神的话说 不从恶人的计谋 对不对 有的人来了说 我们绿卡曼 咱们收买移民官 中国就很简单 给点钱就解决了 这不就是恶人的计谋吗 那我们有神的话说 我们不从 我们不听从 可是我们很多人听从啊 我在东部就有一个姐妹 也不是姐妹了 明信主呢 我好朋友 北大法律系的 高分比 学法律的 然后美国 就是跟移民官 有了点这种接触 吃了顿饭 据说给了500块钱 绿卡就提前了 结果这移民官被抓了 你知道吗 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他以前是三个孩子的母亲 他嫁给了一个美国人 然后他就提前两个月 拿到绿卡而已 他花了500块钱 结果这移民官被抓 以后发生什么事 你知道吗 美国政府就对他罚的 非常的严重 他 他的父亲 他的母亲 以及他所有的通过他 办绿卡的全部作废 完全全部选送回中国 你知道吗 这么严重 所以弟兄姊妹 当试探来临的时候 你可能眼前看到 是一个好处 但是你要记住 这个危险 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Next 所以当马丽路德讲到 说我们要读经的时候 我们就要神的话了 没有神的话 我们就不能够 能够了解神的旨意 那还要祷告 当你遇到任何问题 你要祷告 要寻求上帝的旨意是什么 所以还有试探与苦难 马丽路德认为 基督徒生命的成长 一定会遇到试探 不可能不会遇到试探 那试探 当你走过去了 就变为试验 对不对 那圣经有的时候 用试探这个词 有的时候也用试炼这个词 那用在神的身上 就是对我们的试炼 用在撒旦魔鬼的身上 就是对我们生命的试探 对我们生命的试探 所以当试探来临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办呢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应该学习约瑟 约瑟给我们做了一个 很好的榜样 很好的榜样 我们今天可以从三年 来分享约瑟整个被试探的过程 以及他得胜的过程 让我们看到一个蒙神喜悦的人 他在凡事上来荣耀神的名 我们看到第一次的试探 我们来看圣经 在创造的第三章 第三章九章 我们看从第六节的后半段 我们来看第六节 第六节后半段说一句话说 约瑟原是秀雅俊美 对不对 那有一个词啊 波提法将一切所有的 都交给约瑟的手中 除了自己所吃的饭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埃及人 埃及是当时世界最文明的国家 高度的文明 然后当然也很骄傲 他们瞧不起西班牙人 西班牙人在他们眼中 就是奴隶 四等的公民 就像撒玛利亚人 在犹太人的眼中一样 这是次等的公民 所以不能与他们在一起吃饭 不再一桌吃饭 除了吃饭不交给他 其他的都交给了约瑟 所以约瑟在那个家里的地位 迅速的提升 从一个刚买来的一个初级的奴隶 变成了一个高级的奴隶 对不对 当然还是奴隶 虽然是管家身份 还是奴隶的身份 奴隶的身份 那么这里边有一句话说 约瑟原是秀雅俊美 这个词我不知道如何用中文解释更好了 秀雅俊美 这个词曾经用在他母亲的身上 对不对 如果你打开圣经 我们讲过 在圣经的29章 讲到了约瑟的母亲 他的母亲叫什么呀 叫拉杰 我们看到29章的16节说 拉班有两个女儿 大的名叫丽亚 小的名叫拉杰 丽亚的眼睛没有神器 拉杰却生的美貌俊秀 这个美貌俊秀 跟他的一段词 跟他这个秀雅俊美 原文是一个词 所以儿子长得很像妈妈 对不对 他很像他母亲 那几个哥哥像他爸 长得不咋地 他长得比较好 秀雅俊美 所以一个人长得好 危险就大 不管是小帅哥 小美女 危险都大 那么我看到这个秀雅俊美 为什么 问一个问题 当约瑟受到试探的时候 是多大年纪 你们想一想 是他刚进到波提法家吗 是他28岁的时候 他坐了两年牢 对不对 两年牢往前推 30岁做宰相 在30岁之前 有两年坐牢 27、18岁 这个年龄 就是男人最帅 最成熟的时候 对不对 最吸引人的时候 当然也需要找女伴的时候 这个年龄 很正常的一个年龄 在这之前 他没有当管家 做次等下级奴隶的时候 他没有资格 没有条件来接触 他的女主人 就像第一个照片 刚来波提法家 是这个样子的 你们认识这个人谁吗 刚来波提法家 这个样子 那做了管家 就右边这个样子 同样一个人 不一样了 对不对 你说的波提法的太太 会喜欢左边那个吗 不会 但是她喜欢右边那个 对不对 已经成熟 在这个家里边 已经成长起来了 所以我们看到 遇到了问题 所以看到她 秀美俊秀的时候 然后呢 约瑟的女主人 就开始对她有试探 圣经说 约瑟主人的妻子 以慕送情给约瑟 这个以慕送情 跟29章的 那个 拉姐的眼中有神 也是一个词 你要记住 这很有意思 原文啊 这个眼睛有神 就是以慕送情 为什么很多姐妹 找对象还找不到 你眼睛没神 因为丽雅眼睛就没神 丽雅跟拉姐长得 我觉得差不到哪去 因为姐俩嘛 对不对 不会差太多的 一个眼睛有神 一个眼睛没神 所以看来这个眼 就是心灵的窗户 你要当你要 传递一个情感 找对象的时候 你的眼睛得忽闽闽闽闽 你喜欢哪个弟兄 很爱主的弟兄 单身 觉得条件不错 你得主动一点 姐妹也要主动一点 但是不能学她 那个主母 那两回事 但是弟兄也是 如果你想建立一个家世 你还真的喜欢眼睛有神的人 眼睛没神 有神 你在这看不见你 这很重要 所以你看到 这个眼睛没神 和眼睛有神 是不一样的 当他以慕传经给予瑟 他说一句话 说 你与我同情吧 这个后边是什么号 叛号 你知道 他不是跟他商量 咱俩好吧 做男女朋友吧 我老公也不在家 他不是这个意思 他说 你与我同情吧 因为地位的关系 在那个时代 四千年前 那个奴隶 是没有生存权的 他没有决定自己做 还是不做的权利 主人让你死 你就得死 主人让你活 你就活 主人让你做任何 你不愿的事 你都得做 我最近看了一部电影 叫罗马 你有看过这个 这个电视剧啊 这个罗马第一季 其他有一个武士 一个武士 叫 叫Polo 武功非常好 那他是凯撒的 卫士 尤其是 小凯撒 小凯撒的卫士 这个武功极好 他有个女奴隶 他很喜欢的 这个女奴隶 他就对他女奴隶说 我爱你 以后我要娶你 做我的妻子 女奴隶有个男朋友 也是男奴隶 那就不太喜欢 那个主人 但是他说一句话 主人 你想做什么 但是你就可以做 他说那不行 我得让你真爱我 你看这个 虽然还不简单 还是不错的 就是在那个年代 奴隶没有权力 来决定自己 怎么样 所以他主人用的话 是命令是 现在时 你与我同情吧 我们看到第八节 悦瑟不从 对他的主人 对他的主人 妻子说 约瑟 小之以情 动之以理 他怎么说呢 他说 看了 一切的家务 我主人都不知道 他把所有的 都交在我的手里 在这个家里边 没有比我大的 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 不交给我 只留下你 因为你是他的妻子 我怎么能做这大恶 得罪神呢 这段话是约瑟讲的 约瑟在这里边 讲了两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个 他讲到 他和主人的关系 主人这样的信任我 对我这样的好 把我从一个 刚买来的奴隶 提拔成为一个 整个家族的管家 除了家里的你之外 其他都交给我管理 我怎么可以得罪 我的主人呢 这从文化的角度 在中国文化的角度也是 一般这种事情 不会发生在朋友的身上 中国有句话说 朋友欺不可欺 更不能够发生在上帝的身上 那你发生在上帝身上 你不找死吗 你知道吗 对不对 你看那 中国演的宫廷剧 那些跟皇后 或者妃子发生问题的人 最后死得都很惨 都给扔到井里去 给脑袋砍掉 对不对 弄得很惨很惨的 从文化的角度 约瑟不从 还有一个从他信仰的角度 约瑟也不从 他说我怎么可以做这大恶来得罪神呢 所以一个信神的人知道什么可做可不可做 因为圣经说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那这是圣经的命令 所以做一个上帝的 所减赏的民族的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接班人 他不能做这种大恶 所以从两点 弟兄怎么记得 一个在文化的角度上 一个是在什么 在信仰的角度上 他没有听从 没有听从 所以我们看到 约瑟受到逐步的引诱 其实是一场信仰 良知和人生策略的征战 是信仰的理智 和个人情欲的征战 良心告诉约瑟说 不可以犯罪 不可以犯罪 但是呢 策略告诉约瑟说 你可以讨好你的主母 你怎么样采取一个 折中的方法 既不得罪神 又不得罪人 那么理智告诉约瑟 犯罪是道德的堕落 情欲告诉约瑟 犯罪是生理的需要 自然的生理需要 那么约瑟 在说必须在良知和策略 理智和情欲方面 做一个选择 约瑟做了正确的选择 他知道这个选择的代价 弟兄姊妹 这是要付代价的 这个不是开玩笑的 不要说这个弟兄 也有的姐妹 受一些当官的选择 这种决定 现在中国你看 这些电视台的美女 不都有当官的 关心她们吗 对不对 有选择吗 有选择吗 可能很难啊 很难 你想今天的电影演员 在中国多少的诱惑 有的时候我们批评一下 电影演员 说她如何如何 可是他们所处的地位 他们在良心和道德上 怎么去选择呢 对不对 我举个例子吧 当然这个不能说那些有名人 说人会告我的 说个朋友吧 有一个电影演员 是我给受洗的 回到中国去 他那个时候 非常的火热挨猪 但是他又在演艺界 所以遇到任何问题 他都会打电话 问我该怎么做 那当然我会告诉你 去读圣经哪一段话 就按照那段话去做 就对了 很简单 我也没那么多 谁跟他说那么多事 有一天他就说 不是啊 这个 我们这个电影要开机了 要拜 拜光宫 那我怎么办呢 我信耶稣 我不能拜光宫啊 可是导演说 都得全剧组 都得去拜光宫 那不拜光宫 电影 不发财怎么办 对不对 我们在拜光二爷 现在国内一干什么 开业要拜光二爷 电影开机 要拜光二爷 什么都拜光二爷 不知道光二爷 跟他什么关系 你知道吗 我说那你 当然我们不能拜 我们除了耶华一位 除了耶稣一位 没有别的神 我们只有一位神 那怎么办呢 我说你跟他说 你说我信耶稣 你就告诉他你的身份 我是基督徒 我可以祷告 让我们的剧组拍的时候 我们能够拍出 更好的一个效果来 对不对 我为你祷告 但是我不能拜 这个绝对不能妥协 他跟导演一说 导演还挺高兴 说咱们什么神都不要得罪 你就拜西方的神 我们就拜东方的神 咱们全来 然后我们的电影 在中国也能卖钱 在海外也能卖钱 这个是过去了 过了大概一段时间 他又打电话给我 电影快杀青了 快拍完了 他说这个导演 要跟他潜规则 你是这一潜规则 你不用说别的 大家都懂了 说我该怎么办 我说当然不能潜规则呀 对不对 你不可以潜规则 你得罪神嘛 对不对 他说可是不潜规则 这个导演就给你小鞋穿 我说你跟他讲清楚 电影都快杀青了 如果你给我潜规则 我基督不能做的话 那我就辞职不干了 反正电影是 这是你的责任 不是我的责任 如果我情绪不好 拍的不好 你上座率不高 对不对 他一讲导演也怕 都排快排完了 你就把他得罪了 他天天哭散个脸 排不好 这电影也卖不好钱 所以导演就不潜着归他了 就潜着归别人去了 我说的意思就是说 在这个试探面前 这个环境里边 你这个选择不容易 弟兄姊妹 真的是不容易 对不对 所以约瑟 但我们看到 约瑟的选择 是理性胜过了情欲 良知性胜过了策略 重要的是 约瑟从小 他有一个很好的教导 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亚伯拉罕 以赛 雅各 他继承了亚伯拉罕 优良的信仰的传统 他从小生活在一个 这样有信仰的家庭 他是不一样的 弟兄姊妹 其实约瑟可以做一个别的选择 当祖母时代来临的时候 策略会告诉他 这是一个机会 你的领导来找你了 你的领导可以给你好处 这个好处是让你可以得到解放 对不对 如果他跟祖母有这种关于 祖母会利用自己的权利 宣告他不再是奴隶 成为一个自由的人 当然可以呀 对不对 可是约瑟没有做这样的选择 我们知道我小的时候 我读一本书 你们可能也读过 斯汤达的红于黑 读过吗 红于黑里写的一个年轻人叫 于莲 你们记得这个人吗 这个于莲在我们那个年代 是很有代表性的 那一年代人 对于莲有一个很 复杂的看法 但是都认为于莲是个成功的人 于莲出身贫贱 他长得帅气 有才华 有自尊 也有良知 但是呢 他有野心 他一直想摆脱 他贫贱的这个地位 成为一个贵族社会的一流 一个人 一员 但是他没有机会 这个时候 他的一个伯爵的夫人 看中了他 他通过伯爵的夫人 他是通过这两个美丽的女人 进入到上流社会 上流社会 他通过他们改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 但约瑟我们也可以利用祖母的关系 然后踏着他的肩膀实现自己的理想 古今中外有多少人 是这样做的呢 为了一个身份 我们很多人就嫁给了你不了解的人 有没有啊 有吧 有不对 为了那个丰富的遗产 28就可以嫁给82 有没有啊 有 有 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这里边有爱情 非说2882就没有爱情 有 我们相信有 我们相信美善的部分 但是我们知道这里边还有利的部分 还有利的部分 约瑟这么好的利 而且你知道 波迪伐的妻子不是一个不好的女人 她是尊贵的女人 能够嫁给魏苏区司令 那是有文化 有地位 家族 有历史的女人 我们从刚才那幅油画看到那个画家 给波迪伐的妻子画得非常高贵 对不对 非常美丽 非常得体 非常有教养的一个女人 但是爱情从活了头脑 她爱上了这个年轻的管家 管家 而且我发现这个女人还是不错的 她没有 那刻就对约瑟下手 对不对 她天天跟她说 她天天跟她说 从第二点你往下看 我们来看第二点 往下读圣经啊 然后她怎么说 这个从来 后来她就天天和恩约瑟说 约瑟就不听从她 不与她同情 也不和她同在一处 这里边用了四个布 对不对 布 你看 她天天说 什么事情啊 假不如天天说 你知道吧 天天一说 你就越来越放松了 对不对 天天说 而且温柔的说 刚开始命令是在发现 硬的不行 来软的 天天说 给你点好处 对不对 经常给你点赏钱 然后给你的时候 又说了 又说了 一天天说 说什么呢 就叫她做那件事情 约瑟 第一 不听从 我们想到 诗篇第一篇 叫不从恶人的计谋 不听从 然后呢 不与她同情 叫不做谢门人的座位 对不对 然后呢 也不和她在一处 不占尊人的道路 你看 不从恶的计谋 不占尊人的道路 不 不做谢门人的座位 什么叫谢门 那就是得罪神的人嘛 然后圣经说 唯写一方律法 昼也思想 这人便为有福 问题你 你要有神的话 你没有神的话 你抵挡不了 抵挡不了 今天的社会 人们不要神的话 人们就要现实眼睛 能看到的 对不对 那天我们在微信中 有人发给我 还是咱们教会一个弟兄 发给我的 很有意思啊 微信有一个教授在讲演 对吧 讲教授说 这个学校在大学里 做了一个调查 民调 发给同学们 结果教授看了以后 大跌眼镜啊 为什么知道吗 调查这些年轻人 你们是喜欢黄世人 还是喜欢大春 你们要嫁给黄人 还嫁给大春 你们太年轻了 可能不知道 知道大春是谁 巨手 还不少吗 我们教会 知道黄人 可能更多 知道黄人巨手 看过白毛女的巨手 那还是80%了 其他的太年轻了 但是我们那年代 就那么几部戏 我们那年代 我们能看什么呢 像你们现在 这么多电影 对不对 我们那年代 就那么几部戏 红灯记 沙家帮 知取为武山 白毛女 红色娘子军 嘣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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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那个白毛女 就演了一个 一个地主 恶霸 叫黄世人 过春节来的时候 就逼债 逼债呢 杨白劳 一个店户 给他打工的 没钱 他就让他女儿低债 就嫁给他 做小的 那这个 可是女儿 已经有爱的人 一个年轻的帅哥 就大春 那武功高强 那个挺好的 那个舞蹈跳得很好 那个 你知道吗 就为了 不从他 就逃到山里边去 好多年 一直到解放了 人民政府来了 共产党来了 才得救 然后呢 从山里出来 头发已经都白了 因为好像多少年 一个人嘛 又 忧愁 又恐惧 又不吃盐 没有盐 就说不吃盐 头发未白 我四年没吃盐 头发也没白 你知道吗 这个不完全是有科学根据的 就叫了白毛女 那现在一调查 时代不一样了 年轻的女孩子 大多数选杨白老 不选择大春 他那天要批啊 这个教授气坏了 说我怎么可以看我的学生 这个样子的 有一个学生说 杨白老有什么不好 杨白老有钱 黄世仁 走 我也糊涂了 黄世仁有什么不好 黄世仁有钱 黄世仁老一代有什么不好 成熟 黄世仁身体不好 有什么不好 给点 吃点什么 这个健康食品就好了 那 那个叫什么呀 中国那个叫什么 反正就是这些东西 然后呢 还有说 杨白老有太太有什么不好 他虽然有几个太太 但是我最年轻 他一定最疼我 黄世仁 黄世仁 我这个老站在杨白老的立场 说话 大厨有什么好 要房没房 要钱没钱 要工作没工作 长得帅有什么用 当饭吃啊 哎呦 教授崩溃了 教授说 哎呀 真的 现在这个孩子 你看想问题 跟我们当年多不一样 对不对 那我们看到约瑟 也是这个年龄 对不对 可是约瑟不是这样做的 我们知道约瑟 不管他天天说 跟约瑟说 约瑟不与他同情 来往下走 我们看到啊 往下的经文 约瑟不从 就开始了第二次的试探 那么在十一节说 有一天 万代 什么事情发生 都会有个特别的一天 我们读圣经读 时间 地点 人物 对不对 何时何地 何人何事 何因何果 这个故事就讲到这 就开始了 矛盾的高潮 矛盾冲突的高潮 我是搞文学的 写小说 你一定要写到那个高潮 高潮的时候 所有的都打碎 关系一定要破坏 然后再重新的恢复 这个叫高潮 你知道吗 有病也会有高潮 你如果化疗 最痛苦的时候 就是高潮 那个高潮过去 重新恢复 就好了 所以有病的时候 不要怕啊 这个这个 当这个矛盾 一冲突问题 就要解决 要解决 矛盾冲突到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 这个出现了一个问题 有一天呢 约瑟进屋里去办事 家里没有一个人在那里 妇人就拉住他的医生说 你与我同情吧 约瑟就把医生 丢在妇人的手中 跑到外边去了 妇人看见约瑟 把医生丢在他的手里 跑出去了 就叫家里的人来 对他们说 你们看 他带了一个西伯来人 进入到我的家里 要戏弄我们 他到我这里来 要与我同情 我就大声喊叫 他听见我放任 喊起来 就把衣服丢在我这里 跑到外边去了 那么中多的这件经文 我们就了解了 这个事情的 最后的冲突的爆发 那一天 约瑟是不该去的 不该去 那个特别的地方 知道那里有危险 为什么要去 那可能主人的命令 不去又不行 这很为难 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一个图片 你看到这个图片 你看到什么 危险境地 我开车比较 比较恐高 上高的桥 我上旧金城大桥 我对这儿腿就抖 知道吗 这个有一次开五号公路 这是好多年前了 哪时候 二十多年前 不是五号公路 一号公路 一号公路你知道在哪吗 南加州到北加州 风景优美 但是就这种危险的地方挺多的 我告诉你 挺吓人的 开着不敢往脸边看 但是呢 就又舍不得旁边的美景 扫一眼 扫一眼 一扫眼 看在前面 拐弯了 哎呀 我们开一开就超速了 那警察 追上了警察 不是用汽车 用直升飞机 飞 对你喊 你超速了 因为他 他的车追你 他也会出事 他不会开车的 他聪明的很 你知道吗 后来我再到南北加州 我绝不走这条路 我要走五号公路 闭脸都能开 直直的 两边都沙漠 掉也没事 你知道吗 对不对 这个危险的境地 你最好离开 这个英国的 女王 她当年 要请一个马车夫 他应该会有三个人 面试三个人 他对马车夫说 如果我们的车 到了悬崖边 你该怎么做 第一个马车夫说 我有经验 放心 只要有一米的距离 我就不会掉下去 他又问第二个马车夫 如果我们的马车 到了悬崖边 你该怎么做 第二个马车夫说 我有技术 即使这个马车的轮 比悬崖还有一尺 我都能够处理得很好 他问第三个马车夫说 如果我们的马车 在悬崖边 你该怎么办 第三个马车夫说 我尽量不要到悬崖边 他录取了哪一个呢 当然录取了第三个 悬崖边就是危险 月色懂得 但是月色无奈 他的身份所处 那一天他去 祖母这次向他 下了最后的通牒 约瑟就想到了 我们中国一句话 叫三十六计 走为上进 离开 逃出去了 知道吗 这段经文你看讲的 他逃出去了 他逃出去了的时候 但面对失败的时候 他刚才说了四个步 三个步 对不对 不从 然后不同 不听 那现在呢 他要逃掉 逃掉 不和他在一处 逃离罪的隐忧 逃离可能犯罪的环境 所以不管你多么英勇 你在那个环境 你可能你都会有失败的可能 就是武松吧 武松在金阳港 打死了一个老虎 对不对 可是武松如果不走 第二个老虎来呢 他能打死吗 第三个老虎来呢 又来一群老虎呢 最好不要到去金阳港 对不对 那金阳港就是有危险的 打死了是英雄 打不死自己就狗熊 可是 请问你能打死吗 告诉你 危险啊 危险时刻到你的旁边 我们教会有一个 我一个好朋友 一个弟兄 谈女朋友 你说你到哪不好 到哪个大城市玩玩 巴黎啊 他跑到山里边去 叫什么 大帐篷 当然美国大帐篷的地方 也是有规范的 有水啊 有什么电子 什么都有 去了 然后两个人没事 拉着手 正谈恋爱 热恋的时候吗 对不对 就到那个山里走一走 走到小胡同 看见一个熊 熊就这样 看着他 他撒腿就跑 这女朋友一把把他拉住 你跑我怎么办 回来 他腿就软了 回来 回来站着 他女朋友觉得手就 抖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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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熊就这样看着他 他脸这么看着熊 坚持了十几分钟 熊就得 这俩人一直蛮坚强的 就走了 回来就吹了 那我说为什么吹呢 那女人说 这都男人敢架吗 鸡月熊他跑把我扔这 关键是弟兄得勇敢一点 吃我 不要吃我女朋友 这个样子可以 对不对 熊啊有时候你不动啊 你别着急 你越跑他越追 你跑不过他 你上出去上不过他的 他很厉害的 我告诉你很重要 很重要 你遇到危险 你要跑 而且跑得快 要预备好 随时跑 我就会跑 我认识挺会跑的 知道吗 当通缉令一来 我就跑 一有危险我就跑 有一次我们在纽约 走到哈林区 半夜一点钟 不怎么就走错路了 就叫竞争人民 叫到我们回哥林比亚大学 就一下进了哈林区 我们五六个 六七个中国的男生啊 小伙子啊 哈林区那个不睡觉的那些人 眼睛都直直的 吸毒的干什么都有 那音乐响得都震天光光的 哎呀我们害怕了 有一个朋友就问 怎么办 李璐那个时候带队的 他在各大念书 他就说 跑 你看这个很聪明啊 不能跟他打呀 他有枪啊 打不过他对不对 我就系鞋带 我把两鞋带系的紧紧的 旁边一个朋友看我笑 鞋带有什么用啊 你都跑过他们吗 那么年轻 我说我可以跑过你啊 真重要 对不对 真重要 拉下那个是最危险的 你知道吗 在危险境地是最危险的 后来我们一身汗 走出来了 走出来 他说这个家伙聪明 就会跑 你看他什么都不说 他系鞋带 我肯定跑过他们五个 我绝对比他们五个跑得快 你知道吗 所以平时还要练习 爬山跑步啊 跟那个贺佐剧爬山 练习这个事 身体练习还是很重要的啊 所以我当我们 遇到这种环境怎么办呢 我们看到约瑟 就是跑了 但是呢 他做出了一件事情 他的衣服被抢掉了 我们看到这个圣经啊 再往下往下走 我们看这段经文啊 这段经文 你看到 这个图片 你们 你们熟吗 这个故事 你们熟吗 叫画皮 小时候听妈妈讲 六在志义里边的画皮 对不对 非常美丽的一个女孩子 一个书生爱上她 两人产生了爱情 可是她的天性 她的天性 她也爱那个书生 你不能说她没有爱情 可她的天性 她必须吸人血 才能保持她外抱的美丽 对不对 你看下一个图片 这个就是 不一样了 这个故事啊 可以很多男孩心里都有阴影的 知道吗 变脸了 就是意思变脸了 刚开始好的很 突然变脸了 画皮 对不对 你看 这个女人 大家看到这个 这个 约瑟 不从 她原来一直跟她商量 这也有一段时间了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但是约瑟一直不从 然后呢 她就 抓住她 就把她衣服 抓掉了 好了 这衣服成为 什么 证据 夫人 第十三节 看见约瑟把衣服 丢在她手里跑了 就叫了家里的人来 对他们说 你们看 她带个西班牙人进入我们家 要戏弄我们 她到我这里来 要与我同情 我就大声喊叫 她听见我喊叫 就跑了 她说的跟事实是不一样的 但是谁还相信事实呢 对不对 她成为一个 控告者 立刻变脸 原来是 以目传情 现在突然变脸 就是跟刚刚那个图片很像 这个变脸 她首先把责任推给丈夫 说你看 她 她是谁啊 波提法 带了一个 什么人啊 西伯来人 这是一种 一种侮辱的口气 她带一个 奴隶来我家 竟然敢侮辱我这样高贵的人 这第一个挑动所有家人对约瑟的愤怒 对不对 建立统一战线 第二个 这些家人对约瑟呢 他们当然相信祖母说的话 对不对 因为祖母第一是他们的主人 第二 我觉得他们也妒忌约瑟 约瑟刚来那个 就刚才看那样样 对不对 现在突然这个样子了 原来刚来的时候 这个要犯的一样 现在成为那个 这个样子 那怎么 怎么 怎么我们还在原来的位置上 所以有妒忌 弟兄姊妹 有的人啊 往人生日扔石头 是因为妒忌 对不对 主人既然这么说了 我们听主人的话 没坏处 讨主人的喜欢 对不对 所以他们成为了什么 证人 好了 现在有了 原告 有了 证人 有了 被告 还学什么 如果开庭的话 请了法官 还请了律师 对不对 约瑟 请不起律师 约瑟也不能请律师 那么这个法官 就是波提法 对不对 但我们看到说 这个波提法 在审判这件事情的时候 波提法是最后是把他下到尖里去了 所以我们看这边 试探的后果就临到 这个试探的后果是什么呢 我们再往下看 那么 约瑟的 这个 第十九节 约瑟的主人 听见他妻子对他所说的话 说 你的仆人 如此如此待我 他就生气 他这里边只用了一个生气 好像这个语气呢 并不是很强烈 他没说他就暴怒 就把他拿了给砍了 或者他就把他打了 毒打 他没有 他用了一个 他就生气 他就生气 所以呢 他就把 约瑟下到尖里 这个按照当时的法律和习惯 如果奴隶敢于对主人做这种事情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强暴未遂呀 对不对 那是要处死的 哪有什么生气就解决了 是要处死的 但是我想十几年 他的主人 可能很信任约瑟 你看信任到一个程度 什么都交易他 他觉得约瑟不可能做这种事 他跟他妻子那么多年 对妻子多少也有点了解 所以呢 这个波提法还算有良知的人 他把他下到街里 而且下到王的街里 关 高级犯人的地方 就像现在中国的秦城经 都是关薄熙来啊 周永康啊 什么 哎 关到这个地方 月色本来是奴隶 不该关到这个地方 就给他关到这里边 就像我们 当年的天门学生 也不该关到秦城 一大笔都关秦城去了 你知道吗 关到他才知道 哇 这个这里边不一样啊 然后我们有一个同学 关到里边 这个刘晓波 你们记得吗 关到那个里边 还问人家 你们这个监狱 伙食是几等啊 人家告诉他 三等 第一等谁吃 人家说江青 他说那我不行 第二等呢 姚文元 他说那我就吃三等了 说你吃三等都不错了 你就几个教授 相当于处级干部 我们这关的都是 局级上干部 你的资格都不够的 你关这里边 知道吗 月色被关到 王的监狱 你看这是神能点 对不对 特别啊 关进去了 关进去了 所以月色 这个试探 当他拒绝 他带来的后果有多大 你知道吗 如果从人的眼睛来看 从眼前的利益来看 月色完全吃亏了 你看首先第一点 月色 名誉受损 不管过去他多么清洁 他有什么样的人格的魅力 能力和才智 这一刻事情出现 所有的家人 包括整个埃及 所有了解的人 都知道他是一个强暴未遂的人 名誉受损 对不对 因为这个已经宣判了 有证人 有原告 有法官 对不对 你已经名誉受损了 你想再恢复以前的名誉 太难太难了 太难太难了 第二点 他失去了信任 主母的世界 不光是 约瑟 名誉受损 他也失去了 主人的信任 还有失去了 所有仆人 那些朋友们的信任 这个对他来说 是更痛苦的一点 人没有朋友了 人有的时候遇到一些事情啊 朋友就没有了 那个时候 多同情一点 多给一点理解 我觉得比什么都重要 比什么都重要 第三点 我们看到 约瑟 他失去了 人身自由 被关到了监狱 做奴隶 不管怎么样 他在奴隶的 奴隶主的家中 还有自由 可是当那事情出现了 他关到监狱 他一点自由都没有了 不仅没有自由 随时有被处决的可能 因为在这个监狱里边 他不能决定自己 能够活多久 也没有说他判了多少年 没有 就是关在监狱里 等待着 这个被杀 我们管这叫展监后 根据在哪里呢 因为跟他关在一起 有一个酒证 还有一个善事长 跟他一样关在一个房子 最后善事长就被砍了 对不对 头就砍了 约瑟也随时有失去 生命的威胁 你看到 当试炼 当那个试探 约瑟拒绝了以后 这个代价太大 这个代价 但是我们看到约瑟 从不为自己申辩 他没有请律师 也自己 没有说任何 不是这么回事 他没有跟主说 不是这么回事 你的妻子说的是错的 是颠倒黑白的 他没有这样讲 为什么 我们大家想到 耶稣定在十架上 对不对 说什么了没有 什么都没有说 就说父啊 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自己不晓得 约瑟在这个里的行为啊 就是预表 耶稣就在十架上 他不为自己申辩 以资亚说 他不为自己申辩 对不对 他不讲话 他也不出声 约瑟也不讲话 也不出声 因为 首先约瑟 他如果说 如果说自己是无辜的 那就证明 他的主人的妻子 是有问题的 你知道吗 他宁可自己受辱 也不想给主人的妻子 带来一点点的麻烦 这很了不起 我觉得 这是非常了不起 这是一个品格 这是个品格 我们也看看 常常很多人受了委屈 当然不讲话 我们觉得 好像你不讲话 就是没有道理 不是的 你好像不讲话 你就是心里有鬼 不是的 那个不讲话的人 是有涵养他 对不对 夫妻之间 讲话多那个人 我跟你讲啊 总是不如讲话少那个人 讲话少那个人 他不讲话 他也不解释 不证明他没道理 是因为他理解你 因为他一身变 错误就是你的了 对不对 很多时候不身变 是为了不把错误 也放在你的身上 就这么说 人活在这世界上 都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委屈 那我们怎么办呢 自己不要神愿 听凭主怒 我马叔说的 对不对 不要为自己神愿 主会为你神愿 我们从约瑟的生平就看到 主后来为他神愿没有啊 神愿 而就发现约瑟做了宰相的时候 按照中国人会怎么样 报仇的机会来了 我做了宰相 对 你把我下到监狱里的 不管是波提法 还是他的妻子 还有那些做伪证的那些奴隶 一个一个的 全给你关监狱去 对不对 约瑟没有 你看他圣经从来没有记载 约瑟会报复波提法一家 没有 没有 而且他还感谢波提法一家 他感谢波提法 把他收了奴隶 把他下到监狱 下到了王的监狱 让他有机会接触 纠正 他感谢波提法的妻子 给他这样一个试探 如果没这个试探 他也不会去监狱 他永远在那里做管家 做一辈子 做得死拉倒 可是约瑟后来做了宰相 对不对 上帝用他的智慧 在那时候拯救了埃及 甚至拯救了整个的 那个埃及附近的所有的国家 真特别啊 所以他不为自己身边 不为自己身边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看到主耶稣也不为自己身边 我们往下来看一个 这个这个下一段 往下走 投影 所以我们看到 当我们 看到我们的主耶稣 在石架上被 在被试探的时候 主耶稣 也是 在撒旦的引诱面前 来我们看下面的经文 马太福音第八章 第四章 一到十一节 往前走 我们看第一节 来我们先看第一节 来往前 耶稣被试探的时候 被魔鬼试探 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 受魔鬼的试探 他进食了四十个昼夜 对不对 后来就饿了 饿了 因为肉体还是会饿的 耶稣是百分之百的神 也是百分之百的人 他百分之百的人 他有肉体的需要 所以他会饿 他饿了以后 魔鬼就来了 这就是称魔鬼 称什么 那试探人的 试探人的是什么 魔鬼的名字 魔鬼很多名字 对不对 撒旦 魔鬼 试探人的 还有一个 控告者 也是魔鬼 所以你看一个人 告一个人的时候 一个人 骂一个人的 就是像魔鬼 你看我们常常会发现 有一个人 控告一个人 你怎么样不行 你怎么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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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妻这件事 控告我 哎呀你对我不好啊 结婚到家 你到现在呀 哎呀人倒了霉了 这么多年 这就是 这就是魔鬼的作为 男人也是 我对你这么好 挣钱给你花 你怎么也如何 你对不起我 这都是 都是属于魔鬼的特色 你知道吗 叫控告者 那这个叫做 叫什么 这个叫做 试探人的 他来到 耶稣的面前 他怎么说 那试探人呢 对耶稣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 可以分不着石头 变成食物 能不能呢 神 可以从无到有 说有就有 命力就有力 他当然能 但是 耶稣不受他的试探 耶稣说 圣经上记者说 人活着 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中 所出的一切的话 对不对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 这世界一切都会过去 唯有神的话 永远的长存 所以神的话 非常的重要 那么魔鬼 没有办法了 然后呢 魔鬼就把他带到了圣城 让他站在 就耶路撒冷 站在殿顶上 对他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 可以跳下去 因为经上记者说 主要为你 吩咐他的使者 用手拖着你 免得脚碰在石头上 耶稣说 经上要记者说 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他让你跳下去 如果你是自然的人 跳一会怎么样 我告诉你 很多跳楼的人 跳一半就后悔了 因为他在跳之前 有人跟他说 跳下去就解脱了 有没有啊 当然我没跳 我们不知道啊 很多人就是 我那天去台湾 台湾那个 经济滑坡 股票大跌 好多人跳楼啊 我发现台湾人死 很不一样 中国人跳河 他们跳楼 跳河有救的可能 跳楼没救的可能 跳河 跳一半喝一肚子嘴 被人救回来 咕咕跳 说明就好了 可是你 你跳楼是没有回去的预地的 我那天去台湾不到 大家有个电视台采访我 说我们现在这个 哎呀 这个人都把钱当神啊 钱一没了 命就没了 股票跌光了 去跳楼 你知道赌场也是这样的吗 你知道澳门的赌场 每年都有人跳楼 澳大利亚渡场每年都有人跳楼 我有年我去澳大利亚 去澳门不到 他们请我吃吃吃饭 然后看一个鱼 他说哎 牧师要点几条鱼 我这鱼多少钱 这鱼一公斤两千块呀 我什么鱼啊 叫老鼠斑 你们吃过吗 我说不要这个鱼 太贵了 你点个红石斑就好了 对不对 那你这个什么人吃这种鱼啊 他们告诉我 赌赢的人 赌赢的人钱就不算钱了 那我说他们万一输了 跳楼 多潇洒 赢了吃老鼠斑 输了就跳楼 太潇洒了 可人生只有一回 你知道吗 那天我就讲了 我说我 在你们台湾治病 一身的疾病 那时候我小便都不能 我在坐在那个马桶上 好几个小时 小便一滴都出不来 我痛啊 我就想啊 这世界能自由上厕所的人 真幸福啊 我说你虽然股票跌光了 你还可以上厕所啊 我那样我都没跳楼 你们跳什么楼啊 哎 你别说我那句话 好几个跳楼写信 说本来想跳了 听张牧丽讲不跳 我们总比他强多了 对不对 我们不仅能上厕所 我们虽然赔了 可是我们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对不对 我们还是有点财产的 干嘛要跳楼 我说那天我就说 当你跳 你跳到一半的时候 股票上去了 你回不来了 你一回头看到101大楼 那个电子标 股票 指甲往上 一下1000点 干到5000点 你一下回 回不去了 人生不要做那种后悔的事 控告者 魔鬼 他告诉你 跳下去就解决了 你遇到的难受 不是你死就能解决的 对不对 那是逃避 那不是面对 那个就是在试探中失败 当你越过去 就在试炼中得胜 你们 你看耶稣基督 告诉你 跳下去 耶稣不跳 声点也很高啊 耶稣有自然的生命 当然天人会拖着他 可是耶稣不试探神 弟兄姊妹 我们也不要试探神 我们经常把自己放在一个危险的境界 说神 你来帮助我 我们试探神啊 我们遇到问题 我们就会埋怨神啊 神你为什么不帮助我呢 你为什么让拉斯维亚苏死了那么多人呢 那是神让他死的吗 那是魔鬼到底来是杀害毁坏 耶稣来让我们得生命 并且得更疯的生命 怎么是上帝让他死的呢 对不对 哎呀神呢 你让北加州着大火 着这么多呢 你怎么不去救呢 对不对 那你每天加州都干什么 天天讲政治正确 一会搞这一会搞那 从来不关心老百姓的生活 我们就执政掌权者 对不对 我们把精力放在哪里呢 放在这个同性恋啊 合法啊 这个法案啊 这个哪一个都乱七八糟的 有精力来帮助老百姓的生活吗 你怎么不说人的罪 撒旦的诡计 我们都埋怨上帝 对不对 上帝你为什么不拖着我呢 有一故事说 有一个人 发大水了 他在 他在这个这个房子上面就不走 说 神必然救我 结果来了个飞机 说快下来 直升飞机 踢了数人说 我告诉你 我们这最后一个飞机了 神救我 不用你 飞机飞走了 要来个船 说最后一个船了 你赶紧去水 一会把房子又没了 神必然救我 结果这人淹死了 该死你知道吗 人救他都不上 死了他就问上帝 上帝你为什么不救我呢 上帝说 我派了飞机去 你也不上 派了船去 你也不上 那你要怎么呢 我们遇到问题 不要瞒上帝 我们要找我们自己的原因 一个人信了主了 我们凡是信靠上帝 但不是迷信 上帝给你智慧 上帝给你聪明 上帝给你战胜困难的能力 你自己不去用 然后你埋怨上帝 这是我们的问题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耶稣 又 这个受魔鬼 最后此时代 魔鬼把他带到一座 更高的山 将适合他 万国一万国的荣华 都支给他看 对他说 你若扶扶败我 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 耶稣说撒旦 就是他用了一个词 撒旦括号是 抵挡的意思 退去吧 因为经上记者说 当败主你的神 单要侍奉他 于是魔鬼离开了耶稣 由天使来伺候他 所以我们读到这段经文 我们看到 耶稣在这里边 我们往下看 耶稣在试探中 我们就是我们人生的三步区 第一个 胜过肉体的情欲 他饿了 他饿了 魔鬼说 你应该让石头变为面包 耶稣说我们的肉体是有需要 但是我们更需要上帝的话 我们犯罪首先 肉体的情欲 我们自己不能胜过 第二点 胜过眼目的情欲 那么这个撒旦把他带到一个更高的山 将万国的荣华都给他看 然后呢 在那个殿上 让他跳下去 耶稣就说 这个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这是胜过眼目的情欲 第三点 胜过今生的骄傲 魔鬼把他带到 让他看万国的荣华 对他说 你若败我 把你一切都给你 今生的骄傲我们今天得到世界的一切 我们骄傲对不对 很多人当了很大的官 骄傲 你看我这些同学 我做了什么什么什么 你们不行 可是怎么样呢 怎么样呢 今天我就发现 在中国 高官是最危险的职业 对不对 他会像我们睡得那么香吗 他会像我们每天这么 这个想到哪到哪 也不用带警卫员 敢吗 对不对 没自由了 所有的东西 有正面的就有反面的 所有东西有好处 就有危险 就有危险 所以你看 这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 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 我们真的要认识这位神 与我们同在的神 让我们在试探中得胜 最后两段的经文 来勉励大家 我们看到这段经文 第一段 雅各书第一章 十二节说 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他经过试探以后 必得生命的冠冕 就是主应许给那爱他之人的 一起来读 好不好 一起来 忍受试探的人 好我们来看第二段的经文 在彼得前书的第一章 第七节说 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探 就比那被火试探仍然能坏的金子 更为宝贵 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 得到称赞 荣耀 尊贵 感谢主 我们来请敬拜团来上来 我们唱一首诗歌 哈利路亚 美好的应许 好吧 什么应许吧 那美好的应许 来我们唱一首诗歌 我们也感谢主 当我们看到圣经 记载着很多的故事 都是对我们生命有益 那我们弟兄姊妹 我们在美国 我们面对着很多的试探 虽然比中国少很多 可是还有 比如说我们 工作 家庭婚姻 生活 儿女 我们今天要好好地祷告 为你的家庭 为你的儿女 你的儿女在外边 每天面对试探 需要你祷告啊 那天我看一个统计说 美国的大学生 95%碰过打麻 那你的孩子 是那5%吗 不一定哦 酗酒 同居 还有更可怕的 同性恋 对不对 有天女儿给我打电话 说爸 你究竟对 我的男朋友 我的朋友 男朋友有什么要求 我说男的就行了 现在要求我们 越来越降低了 哪个人都无所谓了 真的是很无奈 对不对 我们生活在一个 四处都是 最恶合法化的世界 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要记住 上帝的应许 永远都不改变 你们学习约瑟 在这个 无悔的世界里面 做一道清流 我们一起来起立 来我们唱这首诗歌 《你仰脸》 你仰脸 帮手你所爱的 你不必 永远不敌 你不请 你将我 从与你离弱起 将我 在你 你手心 我拎着心 领去 你放生 的应许 世界 无能躲起 神美好的 祈礼 我 听着 心 领去 你 愿 也 勇不知心 祈礼 看见你 好 你 帮手你 成就 荣耀 全都 为你 一样脸 一样脸 保守 你 按与你 领 和 me 一样脸 祈祷的父亲 祢将我从与你的梦旗 倘荒在你的手心 我的真心领寻 你丰盛的领寻 世界无能躲进 谁美好的指引 我凭着心心领寻 你安眠有我之心 看着美好的世纯 荣耀全都给你 我能放出我相信 你爱我永不放弃 世界无能躲进 谁美好的指引 我能放出我相信 你只一个默默的领寻 看着美好的领寻 招救我全心 谁一句而已 你爱我永不放弃 世界无能躲进 谁美好的指引 我能放出我相信 你只一个默默的领寻 看着美好的世纯 我全心 全已经爱你 看着美好的世纯 我全心 全已经爱你 哈利路亚主啊 我们谢谢你 你美好的应许 就在我们面前 你应许我们 进入丰盛之地 你应许我们 来到美国 可以得地为业 你应许我们 可以生养众多 你应许我们 可以管理这地 你的应许 实际上的信实 你的应许 永远都不改变 我们在约瑟的身上 看到主 你的应许 不管他经历了 什么样的试炼 什么样的试探 什么样的危险 什么样生命的低谷 你都带领他走过 每一个试炼 都对他有益 让他可以在 坚弹中 仰望神 看到的美好的 应许的不改变 他被高举 从淤泥里被高举 谢谢你 使用我们每一位 保守我们每一位 因为我们是你所爱的 你所拣选的儿女 我们把我们的重担 交给你 把我们的工作 把我们的公司 把我们的儿女 把我们的家庭 把我们在美国 要还没有的身份 把我们一切的难处 都交给你 主你应许我们来到 这块土地 你就负我们一切的责任 哈利路亚 因为你是我们的神 我们的好处 不在你之外 祝福每个弟兄姊妹 让我们都能够 有丰盛的生命 来领取这美好的应许 谢谢你 亲爱的主 不知道我们这里 还有没有信主的朋友 如果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 你有个机会 你愿意接受 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 举手为你祷告 有没有人的朋友 举起手 而主耶稣我愿意 哈利路亚 感谢主 有吗 楼上有吗 愿意接受 耶稣基督做你救主 而主耶稣我愿意 举起手为你祷告 感谢主 还有吗 哈利路亚 赞美耶稣 电视机前面 视频前面 如果你愿意接受 耶稣基督做你救主 你就举手为你祷告 还有吗 感谢主耶稣 哈利路亚 还有吗 圣经说 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 在基督里就有神的保守 在基督里就有神的话语的喂养 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 我们人生有时候不知道 什么做选择 但是我们知道 主会带领我们 做最正确的选择 在基督里就是交托 把我们前面的道路交给主 把生命交给主 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他替我们选择 比我们自己选择更准确 愿意把你的婚姻交给主的举手 哈利路亚 愿意把你未来的朋友交给主的举手 感谢主 这么多 你也举手 还有吗 感谢主 哈利路亚 相信神会带领 神会预备 一花一乐的神会 为我们预备一切 Amen 哈利路亚 如果你身体有疾病 有软弱 相信主会医治你的举手 如果那亲人有疾病 你相信主会医治他的举手 哈利路亚 因为信心 我们就领取应许 Amen 哈利路亚 亲爱的主 谢谢你 祝福每个举手的弟兄姊妹 也祝福今天 决志信靠你的弟兄姊妹 让一生一世 在你的应许里面 在你美好的应许里面生活 没有惧怕 只有相信 感谢主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 好 弟兄姊妹请坐 把荣耀归给耶稣基督 感谢主